艾薇,那你之前有學過鋼琴嗎? 有啊,我學了七年,但是我覺得古典樂很困難 所以我現在只彈流星曲 哈哈,那你知道有關鋼琴家的小故事嗎? 哦,什麼故事,我想聽聽,說不定這樣會重新攬起我對古典樂的興趣 曾經有一位鋼琴家,名叫舒曼 他愛上了自己老師的女兒,克拉拉 但是他的老師並不同意這段戀情 莫達特很是心疼舒曼 所以他拿整個音樂界逼老師同意 最終,老師松口同意了這段戀情 然而,幸福並沒有持續太長久 舒曼病倒之後,克拉拉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 照顧著孩子和病重的丈夫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舒曼的學生布拉姆斯愛上了克拉拉 但克拉拉對舒曼的愛忠贈不渝,拒絕了布拉姆斯的愛意 最終,舒曼理事,克拉拉守寡 而布拉姆斯終身未娶 儘管如此,布拉姆斯在舒曼過世後仍然資助著克拉拉 並完成了獻給他的C小調,鋼琴四重重 布拉姆斯在他生命最後的時刻也殺手人寰 但他留下了對克拉拉永恆的思念 這段故事告訴我們,愛是一種生存而美麗的情感 即使在生理識別的時候,他依然能夠綻放光芒 嗯,聽完這段故事之後,我覺得愛情真的是一件特別偉大的事情 那麼,有藍琴你對古典樂的學習自信嗎? 有啊,我覺得我想要更加努力學習古典樂史了 以後再來跟你分享更多的鋼琴小故事 好,那我會好好期待的 接下來我們繼續歡迎第三位表演者 是來自石英系二年級的秉玉 對他來說,能夠彈奏自己喜歡的曲子 是一件單純且快樂的事情 所以他今天所要帶來的曲目是 土耳其進行曲 這首曲子是讓他繼續走在音樂路上的里程碑 土耳其軍隊那種充滿異國情調及東方色彩的樂風 打受歐陸民眾所欣賞 而莫扎特這首模仿土耳其滾樂團巡遊時 所做的音樂加以改良而寫成《土耳其進行曲》 一開始其實並沒有跟土耳其風格有很大的關係 但因為他在譜上寫了《土耳其風的》 而有了《土耳其進行曲》這個名字 詞曲從周後也讓歐洲對於土耳其風的定義有了新的不同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謝謝大家 大廊之音樂 大廊之音樂 小廊之音樂 大廊之音樂 小廊之音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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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